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油 胖妹妹的春天即将为您讲述 2018年正月15日 一组唐代美女吃元宵的表情包在朋友圈火了 已经出现就迅速得到几十万条的转发 不只是我吧 我觉得大家都那样 就是看着好吃的 忍对吧 我们要减肥 对 态度要端着 但是好像吃一点点没关系 再一点点也没关系 反正都吃了一点了对吧 再吃再吃 然后就 其实你发现你吃了以后 发现跟没吃之前也没关系 对吧 哎呀 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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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心态我觉得戳中了很多 是我的心 拍摄这组表情包的是一个重庆妹子 她叫郑琪 虽然表情丰富夸张 但她可不是什么小品演员 学习服装设计的她 大学毕业后 在网上开了一家服装店 专门卖汉服 为了拍摄这组照片 她专门在网上 收集了大量唐代侍女的图片 衣服上的一个团花 眉心的一个文饰 都是下了功夫的 然而没有人知道 这个表面上如此兜乐的胖女孩 在过去的一年里 因为负债百万 而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 那时候真的是崩溃了 我就躲在家里 妈妈就说 你还做这么幼稚的事情 拖累家人 拖累朋友 拖累跟你一块做事的人 就说得一无是处 网络的红火并不能解决现实的温饱 春节刚过 正齐开的网店 又有店员要辞职了 这让她既辛酸又无奈 这个妹妹在我最近辛苦的时候 跟了我两年 然后现在家里让她们回去 在自己的公司里上班了 她家是自己的公司 然后家里生意好 增加门面了 然后妈妈给了一个 她无法抗拒的待遇 而且是我无法给的 跟自己的爱好来比的话 我觉得还是以后的前途更重要 而且她会经常回来 她还是我们家模特儿 还是我的朋友 重庆妹子郑奇 从小喜欢美术 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插画师 工作中接触到很多 唐代汉代的壁画 画中人的飘逸和洒脱 深深触动了她 不管看到彰化师里图也好 还是说是夜宴图也好 它都有传统文化的美是无处不在的 我去每个城市都会去它的博物馆 我去到一个漂亮的地方 我会习惯性地收集它的文样 颜色 这个花跟这个花蛮类似的 但是其实是两种 这个花的状态 然后再进进一个创作加工 三十岁时 一个偶然的机遇 让郑奇对汉服产生了兴趣 并在网上试着开了一家 卖汉服的小店 单纯说喜欢汉服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真的是骨子里的 就中国很多女孩子 都有小时候披着纱金 或者家里毯着那种飞那种感觉 做汉服原本只是自己的一个爱好 没有想到短短三年 网店就有了两百多万的营业国 这让郑奇有点飘飘然了 我做汉服特别火 当时15年14年左右 如果排全国十大商家的话 我是能进去的 这时正好有人动员他开实体店 于是他就在重庆最热闹的杨家平 开了一家大型的汉服专卖店 他在商场里有130平 到目前为止 他仍然是全国曾经有过 最大的一个实体店 为了别出心裁 郑奇还特意为汉服店 设计了很多中式元素 吸引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前来拍照 一时间热闹非凡 其实装修到非常好看 然后周围全部都是挂着很好看的衣服 然后也有很多那种 就是那种很汉风的桌子 还有那个背景 你可以在那里拍照 很多人进来都不会买衣服 有些年纪大的人 他们会觉得是 是不是摄影店 因为店漂亮 衣服也好像不能穿上街 然后年轻的顾客们 他们其实消费力并不高 他们更多人来玩 各种换衣服 各种试 各种拍照 很开心 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四个小时 没有买一件衣服 就不停地换 是美美的各种造型 即使这样 被成功冲昏头脑的郑琪 并不愿意轻易放弃 她甚至一意孤行地设计了一些 成本很高 却没有销露的衣服 只为了自己喜欢 这款裙子 其实是我们 15年的一个纪念款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小故事 这是我搭档 这只黄色的猫 这是我老猫 其实当时这款 很受大家欢迎 但是库存积压也很大 因为你能看到 这个小鱼的眼睛吗 它小小的一点 它有时候 鸡绣绣花的时候 它会错位 有时候就会做一些 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成本上没有控制好 我觉得 我的失败的话 肯定不会是因为一个点 它应该是慢慢积累的 股股支撑的一年多之后 实体店终于关门倒闭 正齐已亏损百万收场 实体店其实真的是冲动了 就是高估自己了 这种发展的速度让我觉得 那我再开个店也没关系 我那个店哪怕是不赚钱 我淘宝赚钱 我现在就是一个上升趋势 但是没想到遇到一个 悬崖式的掉落 在整齐最艰难的时候 父亲背着妈妈 给了他十万块钱 让他还债 来自土同工程家庭的他 深知这十万块钱的分量 更是感到特别焦虑和残忽 因为那时候也没钱 吃父母嘛 就在家里 然后也不敢说话 因为你感觉 你在家里是没有发源权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饭不敢多吃 也不敢少吃 因为我吃不下 但是你如果一小碗饭 都吃不完的话 父母会觉得 你在家里白脸色 那我要逼自己吃下去 头发一把也把他掉 从小到大 正齐一直是成功的 骄傲的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不仅让他难以对家人交代 甚至不愿出门见朋友 我十九岁二十岁就出来工作了 然后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 是一个卡通公司的总监 然后当时我的同学们 才大四或者是刚毕业 他们是向上看我的 但突然有一天 你自己的 给自己编的那个环境崩塌的时候 你发现你一无四处 然后其他可能连往下看你 都不会看你了 我们家就普通工人家庭 他们也没有那么急需来供养你 就很挫败 就自己很自卑 我其实 我其实一直在说 我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阳光 那么自信 我其实骨子里是一个 很在意人家眼光 很自卑的一个人 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索性还有朋友 正齐的服装厂合作伙伴 一边抱怨着他创建的冲动 一边扔手着账替他加工 她的性格就是说比较冲动 跟她开十几年都是一样的 比较冲动 开十年亏几十万 我们之间除了是活活人的关系 我对她是像一个姐姐这样子 我们都希望她把她撑起来 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我们不做她的加工了 不做她的货了 她有可能她是马上死掉了 和她同甘共苦的 还有网店的员工们 最难的时候也没发不出工资 网店免费卸易 正齐的员工们 不仅帮她还贷款 还请她外出散心 吃货 我有一个夸张的说法 就是我翻开我的通话本 我的好朋友都是我的债主 包括现在我的微信后面 有一部分朋友 后面跟着阿拉伯数字 那就是我的欠债 我一边 比如说我欠一万 我今天有两三千了 我就还她 然后我就改成七千 然后我下次有两千了 还她我就改成五千 因为太多了 而且太碎了 就是 就有时候到发工资的时候 我反而是拿着我的手机 说我要还贷款了 我没钱 妹妹们吧 把你们的钱借我一下 花贝刷刷我 就是那样的 以后我带你们吃片重庆 最好吃的 来 对 我们没可乐 老板 我们要可乐 千尘毛肚熟了 嫩肉片可以下了 来 我给大家下那个香菜丸子 来 我来我来 狗富贵大家旺啊 今天旺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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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自己的體型或者氣質的衣服 我沒有 我覺得其他胖子也想要 但是我身邊的人告訴我說 沒有那麼多胖子的 你是最胖的一個 穿了一身 自己能穿的衣服好開心啊 整個狀態是覺得很開心的 然後就想把這種開心傳播出去 開始 2 1 2 1 走 這組被熱心網友定名為開心紅包的照片 被很多人轉發 鄭齊也迅速走紅 甚至被陝西歷史博物館等單位 譯為特約講解員 為各國觀眾 詮釋漢胡之美 還有一個表情是那個 反手摸肚臍嘛 去年肚子也火的 那我怎麼不打 我都沒不打 我真的超美 真的超美嗎 對 但是你的身材跟它並不像 但你還是覺得它美 就是美有不同 就有不同的省美嘛 就類型的美 我都哭了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好胖一個 從大家對於漢服的熱情當中 鄭齊也再次發現了商機 開心自餘的話 你不能開心就過了呀 你家裡還要面對很多現實的問題 你要養家福口 你要還貸款 你要給妹妹們開工資 說做就做的性格 讓鄭齊決定趁著表情包的熱度 讓自己的網店再火起來 為此她不惜借債 又做了12套漢服 邀請全國各地 12位體重都在150斤以上的胖妹妹 共赴杭州西湖 搞了一場華美的漢服秀 有很多胖妹妹私信我聯繫我 覺得說因為這個事件 讓他們覺得原來胖子 可以讓大眾覺得自己是開心的 自信的 好像有一個可以給他們發言了 她來邀請我 她覺得首先第一點我符合胖 我說好樣子來呀 然後有些都不來了 胖子只要胖子漂亮 胖子可愛就可以了 你幹嘛這樣 人家的眼鏡真的 我的眼鏡真是 胖妹妹們有的是學生 有的是公務員 還有的是工程師 年齡不同 身份不同 但他們身上散發出的自信 給了低谷出的鄭齊很多鼓勵 誰做的 而此次杭州之行 在鄭齊心裡還有一項重要的任務 那就是踏踏實實進行市場調研 不再僅憑自己的喜好做事 我們走這邊還是這邊 石頭金銀 這裡有面料的 對 我在網上有那個淘道的 這個有色卡 有能帶走的色卡 我是重慶的 其實有時候黑色也好看 妹妹 我就是 就直接可以說 我要什麼什麼款的這個顏色 印那個花紋 就是號 哦 色號嘛 然後印那個花紋就可以 大概就是半個月就可以出貨 對 太棒了 你到學部門把洋公佩服的 對 我加他微信了 嗯 我們家剛好是做漢服的 那這花紋我很喜歡 我寄個電話啊 微微 喂 姐 你們是在哪裡啊 是我自己的 聽說鄭齊來杭州了 她曾經的面料供應商微微 專門從學校趕來 帶她一起考察面料市場 最近一兩年我當家買不了 大學生創業 老貓給我的感覺就是 她就像一個大姐姐這樣照顧我 因為我當時也是一個小店 但是當時她是一個相對 比較高的一個位置 然後我覺得她 就是比較照顧我們那種小山下 然後關於那些價格方面 她也不會去壓 如今的微微 不僅研究生即將畢業 網店也打理得有聲有色 在鄭齊遭遇危機的時候 她第一個站出來 將面料如常提供給鄭齊 這款星空現在是我們 賣的最好的一款 然後目前已經賣了 800多單 她說我說 我說薇薇你能不能給我一點布 因為我們家 這個款賣的真的很好 但是我目前沒有資金 去訂大量的布 然後她一口就答應了 我們覺得她是一直在照顧著我 所以我在想她遇到錯誤之後 我肯定想要幫助她 所以盡可能就知道她要貨 我可以給 然後關於貨款 我們可以就是延期捨子 老闆我們要可樂 她是朋友圈搞笑的開心果 生活中卻負債累累幾乎崩潰 我其實骨子裡是一個很在意人家眼光 很自卑的一個人 為了青春的經驗 她拍下幾組告別照片 不料卻意外改變了人生 有時候就會做一些自己喜歡的 一二三加油 胖妹妹的春天繼續為您講述 回到重慶的第一件事 鄭齊就馬不停蹄地開始招設計師 設計新的服裝 讓自己曾經的網店重新活起來 你有時候就在大學的時候嗎 就一直就在網上學怎麼做一份 那就是做出來板心 我想問你網上學收理學費嗎 不需要 那還可以那還可以那還可以 我是之前做現代服裝的 嗯 然後就感覺 你做現代服裝是在打工還是 是在打工 我是希望在金玉堂上班 還是說自己去開淘寶店 我沒有就在可能會在你們這裡上的 好走的人可能就想 我好好學你留我 我跟你一塊打拼 但是我要跟你說清楚 我一直在創業 而且目前來說還不知道會創多久 你們跟著我的話會很辛苦 你們必須得清楚這個現實 年輕人的家住 給鄭齊帶來更多快樂和活力的同時 也讓他反思自己的失誤 讓以往懶散的管理更加規範 他這樣的 這間屋就是我們家的樣衣和打板室 但是樣衣有個問題 就是我們家現在是不成體系的 有一個情況就是我們在商品介紹 你現在寫的 比如說這是聰明海棠麗麟 但是我們現在我希望留下來的妹妹 不一定你們留下來還不留下來 我只是說留下來的妹妹要做一個事情 就是要整理我們家所有樣衣 就是樣衣要編嘛 那邊是現在的堂公弟弟 弟弟那邊有個問題 都是很嚴重 那些東西如果到了骨骼手上的話 他會退後 那我最起碼會損失一個來回的郵分 所以說我們盡量在我們自己家裡 都把這些事情避免了 讓他來來沒堂好 林子是變心了的 他會多一塊 這塊還好 尤其都是什麼種 他都變心了 他並不是說我盤成了糖都OK 他都已經變心了 一定一定下心 他不是說我們馬上要就馬上裁的 一件還好 做大貨的話 師傅他要排時間的 比如說裁剪 來我們拉一下試一下這種感覺 到時候一定要注意到 就是布料它有沒有正反 如果有正反的話 我們對打板師有沒有要求 妹妹幫我拿一下那個 那桃那個紅色的料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能看到的 這邊比較亮的 這邊肯定是正面 這邊是反面 看見沒 看見沒 就它有顏色差的 但是我需要的是反面 因為我的設計是個暗紅色 它不要那麼亮 所以我會特意的跟師傅說 我要反面的 不要給我踩正面了 因為你看這邊很亮 很亮它顯得要浮誇一些 但是我想要的是一個 九紅色比較沉的顏色 如果以後江湖負責 廠裡跟設計部的一個銜接 就是你是中間人 你去負責整個流程的話 那你要知道廠它是怎麼想的 然後設計師小夥伴們 他們的設計想法是怎麼樣的 怎麼去最好的表述 那個工作其實很重要的 再加一個非常好的銜接人 他又懂工藝又懂設計 我覺得這個團隊會慢慢越來越好 不是慢慢越來越好 是很快越來越好 春天的重慶細雨綿綿 在南山的一處中式庭院裡 鄭齊準備建立新的工作室 設計師們忙著為網店拍攝的影片 一切都是全新的開始 動作動作拍攝視頻拍攝視頻 好嘞 再回來 穩住啊 穩住啊 這個大姐姐比較熱心 然後還挺好相處的 所以就感覺比較親切 然後我覺得她是一個 比較有想法的人 我年輕嘛 可以說闖一下 然後喜歡那種 比較輕鬆的工作氛圍 真的不知道給大家說什麼了 我覺得 快點忙 沒有沒有沒有 快點過來 就工作室能看到現在有一個好的 搶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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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室能看到現在有一個好的 可能性 離不開大家的幫忙和支持 真的很謝謝大家 抱抱吧 好嗎 好嗎 我們會樂樂要好的 這第一次嘛 去大團圓團 今天一定要加油喔 一二三加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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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鏡頭 搶鏡頭